你知道吗 在新加坡 饮料居然有分级了 所有新加坡销售的饮料 必须分成ABCD四个等级 饮料根据自己的含糖量 和饱和脂肪含量 从低到高分四级 只有糖和脂肪 超超超超超少的 某些饮料配得上A级 什么 你说你是零糖 可是你里面 还是放了什么木糖醇 阿斯巴田这些代糖 你只配获得一个B级 什么 你这里面居然有不少脂肪 你只能算是C级 不接受反驳 啊 可是我是纯牛奶呀 我当然有脂肪了 你这个饮料 号称补这个补那个 其实糖一点也不少 也是C级 什么 这些汽水好喝 主要就是够甜 糖这么多 还有这什么什么菌饮料 这菌多不多我不管 糖多了就是有罪 滴滴滴滴滴 通通都是D级 不仅是D级 还要禁止D级饮料 在所有平台和线下活动 做广告 结果人们发现 平时爱喝的饮料 基本不是C 就是D 通通沦陷了 团灭呀 而A级 都是些什么 神仙饮料呢 什么苏打水啦 什么茶饮料啦 什么纯咖啡呀 佛勒巴基的 新加坡这么做 主要是想让 不断增长的糖尿病人数 得到控制 但要知道 2019年数据 全球患糖尿病人数 中国第一 印度第二 美国第三 我们实在是有点 遥遥领先 我要控制 我要控制 我积极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